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,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,伊朗到底能能不能打过美国? 环球军事以下逐一分析,首先看美国的军事实力毫无疑问,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武装力量,根据目前美国的编制,美国军队主要分为海军、陆军、空军、海军陆战队、海岸警卫队共五个兵种,这也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由来,还有特朗普新提出来的太空部队,目前也在加紧建设中, 建成后美国将形成六个兵种,目前实力最为强大的当属美国海军,这是军费支出最多的一个兵种,实力也是地表最强,其中陆军54.1291万人,海军37.1723万人,空军33.3772万人,海军陆战队19.5338万人,合计142.9995万, 他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,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,而存在,美国的军事基地多达1245个,分布在全球的140多个国家,构成了五个庞大的基地群, 其中海军基地242个,空军基地384个,遍布世界各地的庞大军事基地群,再加上全球最强的隐形战斗机,全球最先进的核动力和潜艇,最强大的11个航母战斗群, 最先进的隐形战略轰炸机,还有基本最顶级和精良的其他军事装备,各种最构成了美国的超级军事强国地位。 论军费,美国去年的军费接近7000亿美金,这是全球军费第二,明到第八名的军费总和,是军事大国俄罗斯的10倍之多。 大量军事援助到底是援助到什么程度,自从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,美伊关系出现新的变数,美国也在寻求更广泛和深刻的对伊制裁方案,美伊对峙和不确定性加大,提出核武攻击的因素,如果全世界援助伊朗要和美国对抗,很显然打不过美国,以美国目前的军事势力,常规战争完全可以单挑全世界,这个基本没压力。 至少打个平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既然是援助,其他国家那就不可能搭上老本,让伊朗和美国去打,援助就有很大的局限性,这样以来,这种假设战争就变成了美国全部军事力量,PK伊朗加各国援助,想象一下就知道伊朗会败得很惨,说武器,谈人物,论天下,尽在环球军事原创不易,欢迎点赞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关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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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关注。